歌手陳偉旋、余忠堯、樂隊ONE PROMISE 和組合石山街 就齊齊出席雙場show獻唱 雙場show的好處 就是可以接觸樂迷以外的一眾街坊 向他們介紹自己的音樂 不過因為疫情關係 很多歌手這兩年多都很少有雙場show 陳偉旋就是其中之一 應該有兩三年的時間 沒見到那麼多人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開心和興奮的 就算我們之前去一些school tour 可能都是比較特別的場所 或者是對著一小群的學生 我就是第一次做雙場show 所以我看到人人來人往的感覺是 都有點獨特的 因為我唱的時候 我剛才rehearsal 其實我看到有些人走過 那我就很想 Villy不要遷就了 先聽完我唱 Villy our details villy our motto 餐場作為歌手應該很開心 不過陳偉璇和余中堯反而喊很緊張 我覺得很不習慣 因為真的很久沒見到這麼多人 因為之前我們就算這陣子 有很多的校圈圈、宣傳 都是在一個比較小的空間裏 有些學生一起聽歌 但現在可能在樓上的街坊都可以下來聽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體驗 如果之後可以更多的商場Show就好 因為始終音樂這些東西 越多人聽就越分享越好 對我來說是更加特殊的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的商場Show 所以也是第一次 應該第一次是有這麼多人看著我唱歌 你緊張嗎 都有一點 剛才HER的時候聲音有點乾 因為突然間HER 原來有很多人看 Rehearsal也很多 所以感覺是有點緊張的 對我來說 樂隊One Promise今天聯同組合石山街 陳偉璇、余宗堯 一起出席商場Show 做新唱片公司的旋選 最近經常跟私底余宗堯媽別開工 兩個還說想合唱 其實應該很快會有的 對因為我想跟他玩一些Rock的東西 大家看不出來我好像很喜歡Rock 但是我平時跟他合唱歌的時候 我們自己唱是很好玩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公司可以快些 搞一些合作的計劃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唱作人 我也會一直寫歌 寫歌給公司 未必可能是給我自己的 通常譬如我現在可能寫第三首單曲 我第三首單曲都寫了三四個版 不是三四個版 是三四首歌 你有沒有申請 師弟幫你寫一首? 我從第一天見他那一刻 我已經說 你快點寫一首Rock的歌給我 但是你自己那些 是不是 你自己那些有這麼多版本選 不如給我一首歌 絕對沒問題 希望大家今年推出的新歌新唱片 都有好成績